Hello 大家好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大家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的主要的内容 也还是关于EDHT的 今天将深入的探讨一下EDHT的 我们将以屏幕的方式来给大家一起分享 老民现在开始进行分享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的视频的主题是叫做 与以太坊一起构筑未来 当然 这个也是关于EDHT的一个 也是EDHT的一个视频 这幅文件是由以太坊暴力公司制作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三种目前市面上最火的三种不同的货币的发展 发展情况以及趋势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比特币 比特币在过去的七年 七年当中的增长超过了一千倍 资产总额都达到了一百零五亿美金 日平均交易总额五千亿美金 五千亿美金到一千五百亿美金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呢 仅仅在本年都就已经 涨幅就已经超过了三十倍 并且总资产达到十亿美金 日平均交易总额达到了三百亿美金到六百亿美金 那这个第三个是steamy 在三个月时间就已经涨幅已经超过了十倍 并且总资产达到了三点五亿美金 日平均交易总额达到了十亿美金 好下面呢 列举出来一些 现在市面上比较火的一些交易所 交易中心 比如说这个比特cc 也就是比特币中国 还有这个okcon 我们都是比较熟悉的 其他的还有一些外国的一些交易中心 那在这个页面呢 这个主题叫做比特币百万富翁 那这比特币百万富翁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比特币的价格浪潮道中呢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 我们很多人也有说到 如果说在六年前七年前 我们花个一两千块钱或几百块钱 囤点币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同样也是 上十万上百万的资产了呢 当然 当然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抓住这一次机会 当然下面这些 这些 这些人呢 就抓出了这一次机会 他们在这个比特币的浪潮道中呢 捐取了 赚取了很大的一个财富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 这一对兄弟叫做Carrotel 这个英文的话比较难读 这他的资产有多少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四亿美金 四亿美金相当于多少 四亿美金相当于三十亿人民币左右 那接下来呢 这些人也是十 也是一个亿美金 接下来这个是五千二百万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人都是在比特币的浪潮当中 所产生的一些 比特币的巨额的财富 那 那这比特币到底是什么呢 这比特币的话 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蓄力货币和 蓄力加密货币 它可用于交易任何的商品 小到微神紫辈的蛋糕电子产品 甚至呢可以非法交易啊 可以非法交易交易啊 那些非法的物品 那那也是基于这个概念呢 有有人就推出了啊 推出了比特币业务 也就是啊 比特币交易中心 在这比特币交易中心 你可以购买比特币 同时呢 你也可以在那里来卖掉比特币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以太坊 什么叫以太坊 以太坊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制领合约平台 什么叫制领合约平台呢 也就是 在这个分 只要是 只要是分布式网络应用情绪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工作 那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的话 目前呢只能啊 用于什么 用于支付交易 但是以太坊呢将来呢 会应用于任何编程程序 所以呢很多人呢 叫他啊 叫他呢 为数字加密货币2.0 也就是 也就是啊 比特币的升级吧 他呢是叫一个叫 Vitany Butting 的天才所提出并开发的 那啊 那得到更多的一些啊 关于以太坊的一些信息的话 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bthtrade.org 要 在里面呢可以得到啊 得到更多 关于以太坊的一些信息啊 甚至呢可以看 所以可以呢 观看到视频 那 那说到我们这个 ETH trade的平台呢 这个ETH trade的平台 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呢 与本世纪最具发展和前进的数字加密货币 ETH和区块链技术平台共同发展 通过专业的数字加密货币团队呢 可以让我们每个月获取多少利润啊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倍同输入 也就是 也就是坐在那里 不用管 就能够赚取这部分的利润 那 如果你不想投资呢 你可以参与 火把联盟计划 让你不投资也能够赚到钱 最后一点就是 可以获得数字加密货币贸易的理论知识和实战技巧 那 那这个 啊 以太坊贸易的话 也就是ETH trade 是由 是由这两个人 Eric Bandy 和Metro Flandersky 创立于呢 2015年8月啊 并且呢 在线平台 ETH trade ORG呢 是开始于2016年4月 并且呢 公司呢 是在 今年7月份 也就是16年7 7月份呢 注册注册地址是在香港 那 那 现在这个ETH trade的平台呢 提供了十种语言 分别为啊 英语 印尼语 越南语 汉语 西班牙语 德语 葡萄语 葡萄牙语 俄语 土耳其和捷克语 目前呢 有37个国家超过10万的活跃会员参与 并且平台呢 提供市场发展 所有材料 广告红服 宣传片 以及企业标识等等 并且创建了ETH trade的俱乐部 而且呢 可以呢 进行代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通常所说的啊 办公啊 职场办公室 并且 并且呢 还开发一套初学者贸易的情绪 好 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两点 公司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赚取了150万美元的收益 这是公司所赚取的 那公司为我们投资者赚取多少呢 30万 30万美金 那这个是在这么短时间呢 所取得的效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啊 来啊 来啊 介绍一下这个平台的团队以及使命 平台的使命呢 是啊 已成为最大的一个以太坊推广平台 并且呢 并且呢 啊 进行资产管理 并且在数字加密货币交易当中呢 获得奉合的利润 那这个呢 这个呢 第一个这个男的是 Aerik Bundy 是官方媒体代表的CEO 那也就是老大 接下来这个是 Jenshin 是业务发展经理 Jacken Woon 是开发AED主任和区块链专家 最后一个这个人呢 最后一个这个人呢 就是周一部主管的经理 那 那ETHTrade的目标是什么呢 用可接触的方式推广和 和普及以太坊平台 或者其他山 山寨比交易平台 重害吸引和管理投资资产 并且从活跃的以太坊 以及其他山寨比的交易当中获利 并增加参与者的数量 简而言之就是 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平台 用他们的资金呢 能够吸引更多的 能够吸引更多的利润 增加更多的利润 那我们那我们交易的我们的贸易 和我们就贸易的结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通过专业的交易员 对货币界的相互匹配 比泰币比特币以太币美元 或者其他的山寨比等等 在这一基础上呢 可以呢 让你增长了高达百分之五十 高达每月百分之二十五的收益 公司呢已经公司呢 目前的已经从贸易当中获获利了啊 一百五十一百啊 个时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五十多万的美金的收益 并且呢获得了啊 获得了百分之二百分之两百五十一的公司 投资的利润 并且目前的发展三十七个国家 已经超过了十万 我们会员的参与的参与 这里呢可以啊 下载公司的联络报表 那公司的工作方案呢 第一步免费注册 注册 只要注册呢 只要需要一个邮箱就可以了 完全是免费的 非常简单 那投资资金的转样 投资资金的转样啊 也就是投资于这个平台 然后呢 平台呢 在交在加密货币交易当中获取利润 然后呢 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分配利润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呢 来举个例子 举一个投资人例子 如果呢 假如你在2016年4月30日 你创建了一个10比特币的投资包 当时呢 每个比特币呢 500美金 按照平均每月利润20%计算的话 那比特币在2016年7月20日达到了662美金 那你在以太币 以太坊平台 以太坊贸易平台三个月收益呢 也就是60% 那60%乘10个比特币 也就是6个比特币 另外由于啊 比特币价格和涨幅 所获得利润呢 是多少 662美金到500 减去500等于162乘10等于100等于1620美金 那收益的总额呢 就是6个比特币加1620美金 可想而知这个利润是有多丰厚 那当然那接下来那2017年到2018年的比特币啊 涨幅又该如何呢 下面呢 这个是啊 一个价格的一个预测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啊 关于公司级别的一个介绍 首先呢 最低的一个级别呢 是新手级 再接下来 再一个呢 是啊 第二个级别呢 是宅地级 然后呢 是城市级 接下来接下来 这这一个呢 是啊 分享级 最高的级别 就是创始级 那要达到这这各个级别呢 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个级别很简单 只要注册账户 就可以达到这个级别 那怎么能够达到宅地级呢 团队 团队投资总额达到5000美金 或者你个人总额 个人的投资达到500美金 好就可以了 那 城市级呢 个人投资达到3000美金 团队投资达到3万美金 好 接下来就是尊享级 要个人投资1万 团队投资要达到10万 那创始人级别呢 是你个人投资要达到3万美金 团队投资达到50万美金 当然 不同级别所得到的利润呢 也是不同的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 最高呢是有5层 但是呢 身首层和身身首级别 和宅地级别呢 只有两三层的奖励 城市级 尊享级和创始人呢 是有三层奖励 并且呢 并且呢 创始人的第一层有12% 的高额利润 并且呢 不止 并且呢 每个级别都有两层奖励 一个奖励呢 是从投资 从 奖励是从 从投资金额的比例啊 所获得的利润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从什么 从投资人所得利润的 百分比 当然 那 当然 啊 平台为了限制大资金 净和大资金出呢 啊 有一个每周限制 每个级别的限制不同 比如说呢 这个新手级呢 是取款限制是 一个 一周呢是300 投资呢 是一周是500美金 那宅地级呢 一周的取款是500美 500美金 投资呢 限制是1万1000美金 那城市级呢 是 啊 一周呢是1000美金 投资的限制呢 是3000美金 最小级别呢 最小级别啊 一个月呢 啊 一个星期的 限制呢 是2000美金 然后 投资的限制是5000美金 最后一个 创始人 创始人级别的取款呢 是取款限制是3000美金 那投资啊 投资限制呢 是7000美金 正是啊 认为这一系列的 一些合理的制度 才能够让我们的 以太坊贸易 能够稳定 长久 能够运行下去 稳定 才是网道 是吧 那啊 那这里呢 就是可以呢 可以列出了 我们的啊 一系列的一些社交网站 Facebook啊 推特啊 YouTube啊 还有国内的新浪啊 和新浪微博啊 啊 还有我们在网站上面呢 有啊 科夫也有科夫支持部门 啊 上班时间呢 是以 是以GMT4 加4的时间呢 10点到17点 你也可以呢 通过啊 通过呢 是吧 通过申请电话肥幌 肥幌啊 啊 来询问你的问题 好 这 那 让我们的财富呢 能够自由 让你的思想长大 让我们的未来呢 成为现实啊 加入我们成就梦想 我相信大家呢 我相信大家呢 通过啊 通过这个 PPT文件 与我的讲解 应该可以更深的了解一下 一些社交网站 但是呢 可能啊 我的言语表达的不是很清晰 可能有些方面也说的不是很全面 啊 好 今天要讲 如果啊 有人想了解一些社交网站 也可以和 也可以啊 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是838047932 我的微信是838047932 欢迎一起参与 投资有风险 投资需准信 啊 还是这句话 不管什么样的投资 都是有点风险 请自己把握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